自从上一代泰晤传人击败了市面上最后一座建筑 也就是第七座建筑之后 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像初不再特别活跃 这代的泰晤传人虽然继承了所有前代的功力 但是他再也找不到势均力宜的对手 不论如何 这是一个遗憾 然而近日江湖上突然出现一些离奇的传闻 一些高手被自己所杀 杀他们的人和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泰晤传人认定这必然是相书所为 细加查探之下终于发现新的建筑出现了 医父 再给我说说那视频件吧 是吧 上回正说到 那十柄神剑 千载轮回注十剑 十世一人 各自颠 十世一人 医父 那是十世一人 还是一人十世呢 是要神风消魔剑 无灭相书 无人精 终于找到了镜中的太乌方 有一种四层相识的感觉 古人也有写错字的时候呀 心怀疑虑的太乌风解封了建筑 却发现 却发现里面都是于前代太乌战斗过的英魂被侵蚀的相书化身 这些古代英雄一齐出现 让太乌风大惊失色 好在有惊无险 终于击败了他们 还获得了不少罕见的物品 终于到达了昆仑镜中的木门中央时 木门应声而开 只见镜主立着一面镜子 原来当真有镜 这木中并不是哪里的入口 而是一面镜子的木 正当大家还在迟疑之时 镜子煞时变成了太乌风 和他一模一样 还大叫着 如果当初不是你 我又如何会变成这个样子 说完 突然大喝一声 镜子向太乌风袭来 他人虽然不知 但太乌风一看便知 此人是相书真身 乃是他自身的镜像 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就连功夫也都一样 如何才能击败自己呢 好的各位观众老爷们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 NGA轮胎林凯翔 为大家制作的 太乌汇卷昆仑镜MOD 这个MOD 会在击败七个建筑之后才会启动 期间的小怪都是以前的BOSS 可以掉落比较稀有的物品 版本号是1.0 卸载的时候要注意 必须使用卸载工具 如果直接删除MOD 可能导致游戏存档出错 昆仑镜种的BOSS强度很高 可你和你自己的能力完全相同 死亡风险极大 路前作者的建议是让大家去挑战这个MOD里面的小怪 获取一些稀有的物品 至于安装方法 参考MGACN的 太乌汇卷MOD区 安装攻略 如果你很喜欢的话 请点赞 投币 转发收藏 我是小鑫 欢迎关注我的台湖汇卷栏目 再见 我爱你们 需要帮助的话 请在下面留言 或者搜索其他UP主的安装视频 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